大家好,拍照片,欢迎收看,观战一把,微博,死黑 这个阵容,真的,他们打的阵容永远是这种,就是很具有操作性的,要打出配合的那种阵容 不是那种就效率特别高的阵容,好看啊,好看 小铁的话,好久没看到拿前锋了,这边拿武女一个八音盒,翻夹到一下 这个交互夹,讲道理,顶尖雕刻夹,在这种位置,要夹 你刚才那块板子为什么没砸呢,就是这些交互点啊,一个顶尖雕刻夹的话,你只要交互了 基本上是定中,武女这边出来再下一个八音盒 没有进步翻,管自己修机子了,前锋 小铁这边不会是故意吃一些伤害,然后对吧,请军入,我们让你来抓我 但人家是带闪现的呀,哎,完了,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再给自己上强度,加难度 我就先倒一波,你闪现留着,然后我救下来以后二六你的,开个玩笑 这把的话,小铁这边确实前期没有先做好 但是呢,因为他们是微薄四黑,即便前期现在处于一个比较大的烈蛇,这个确实比较大的烈蛇 因为,要不然他手里还有个闪现的,闪现没逼出来,所以球者二六的可能性很低的 但凡这边能够,要不然去早就有喝口酒啊,前锋这边一夹,大球,这波的话,拉一波大球,进大宝,外面球者看怎么办 小九师这边的话,机子修完,压根不回头,酒是不可能给你喝了 好像确实,这边的话闪现,没有能打到,被前锋有一定的预判,前锋这边的话应该是有一定的预判 但位置上面来讲,这个位置,前锋再想走的话,这边雕像没好 哎,雕像好了,他也倒了,雕像没好,雕像没好,那等下一个交互点 这边前锋骗一手,再翻,还是倒了,还是倒了 交互甲的话,这些顶尖交客,基本上不会给你太多的可操作性的 嗯,这波二六的确实溜的不错,但毕竟前锋倒的快嘛,还得看,因为前锋手里没有球了 算机子的话,现在机子还差一台半呢 杂技来救,我手里有一个薄命,待会杂技帮忙扛刀 小九这边修完以后,也帮忙扛刀,武女这边修最后一台机子 两个加速把你合,这台机子也得修好久呢 讲道理嘛,这个私人开门战有点勉强 但是由于他们是微博4K,你也不能说一定没有机会 这位在这边再打一刀到二阶了 小九这边机子还没好,要不要往调九方向慢慢挪过去啊 我觉得他们这局要称私人开门战只能往调九方向慢慢挪 你在这个点位不行的呀 这个点位,哦,里面减速巴音和好的 但是这里的话,杂技不知道怎么吃了一下雕像 人到二阶了,帮忙来扛,掩护我们 没封住,减速很严重 但是我有二阶雕像,我从刀 骗了一手,骗了一手 继续绕,咱这边抢机子,武女这边帮我们扛 这没雕像啊 打一刀,这刀为什么要打一刀这个武女呢 打一刀这武女前方不就拉开了吗 我看,调九随便机子应该修完,也来了 给前方喝酒了,灌酒了,灌酒了 完了,出大事情 这口酒灌上要出大事情 再调一口酒,这边追杂技,追杂技不一样啊 追杂技的话,前方手里还有个搏命呢 讲道理,刚才打武女这一刀应该是有问题的 那刀没有必要打武女啊 这样的话,穷者这边状态相当于全部调整好 我外面都可以起心机子 因为杂技这边是一个新屁股,外面起心机子都可以 我放一个武女修,或者放一个调九修 我让前方武女来救人 或者说两个人修,一个人就也可以 还真给他们盘活了 前方这边被通缉到,但是雕刻家 你说这边传送过去秒前方,这边的机子 因为前方是满血,传送落地秒他 能不能行,行 不行的 躲,躲,往下跳吗 那边救下来 机子的话,那边应该是五十 四十八 三个人还是两个人修 前方这边的话,状态还行 三个队友在修,三个队友在修 六十八 雕刻家手里面主要他的雕像不太够了 所以他只有十里套 因为你雕像打两下,你手里面雕像不够 哎呦,我这机子亮了 直接投降 改天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